崔永元一言太可怕!王中军兄弟一天丢掉6亿!范冰冰赵薇损失超百万! 随着崔永元与演艺圈撕逼大战的升级,6月4日,一大票相关影视上市公司股价澄清一色下跌趋势。 截止4日下午3点,华裔兄弟、唐德影视、华裔嘉信等股价均已跌停收盘,其他诸如光线传媒、华策影视等传媒股的表现也不容乐观。 5月28日,崔永元在微博上晒图,并配文你不用表演,你是真烂。 细心的网友很快发现,范冰冰几个字正隐匿在合同之中。 范冰冰四天拿6000万片酬的消息,也迅速在全网散播开来。 第二天,范冰冰工作室发表严正声明,认为崔永元的发言破坏了商业规则,并指出四天拿6000万片酬为谣言。 6月3日晚,无锡,江苏地市局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发声并开始介入。 至此,阴阳合同事件走向高潮并愈演愈烈。谁最惨? 太抱歉了,我家蝉史官不是故意的,他不懂股票。 今日中午,崔永元在其微博上发言并配了几张华裔兄弟股价下跌的配文。 评论里一片为其咬起呐喊的声音。 受这一影响,华裔兄弟,唐德影视,光线传媒,华策影视,华裔家信物家传媒上市公司,身家普遍暴跌。 6月4日,华裔兄弟以7.39元每股的价格低开,开盘价较前一日跌9.66%,到今日下午3点以7.36元每股跌停价收盘。 此时,华裔兄弟市值为204.24亿元,近一天,华裔兄弟总市值缩水22.755亿元。 按今日下午收盘股价计算,华裔兄弟大股东王中军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,身家蒸发了4.74亿元。 其帝王中磊的身家蒸发了约1.48亿。兄弟两人身家累计蒸发6.22亿元。 另外华裔兄弟明星股东李晨、陈鹤、杜纯三人合计持股1950786股,今日身家合计蒸发159万。 崔永元给华裔兄弟带来的股价压力并不仅这一次。 5月11日,崔永元开森刘振云当天,华裔兄弟当日开盘价8.96元每股,收盘价8.80元每股,较前一日跌1.57%。 范冰冰一日损失168万。 5月11日,崔永元的股,较前一日跌1.57%。 据胡润百负榜2017显示,光线传媒王长田、杜英联夫妇以155亿元身家位列第209位。 华策影视傅梅城以105亿身家位列349位。 华裔王中军以80亿身家,排名490,其帝王中磊23亿身家,排名第1831位。 唐德影视吴洪亮以40亿身家排1066位。 范冰冰持股的唐德影视损失也不小,唐德影视6月4日开盘为15.11元每股,较前一日下跌8.42%,一天之内多次跌停,今日下午3点以跌停价14.85元每股收盘。 2015年2月上市的唐德影视,发行价为22.83元,首日开盘价为27.40元,三年过去了,按当前股价14.85元来算,其股价与首日开盘相比激进腰斩。 大股东吴洪亮占股3704%,今天一日身家蒸发2.44亿元。 此外,唐德影视的股东中也出现了多位明星股东,范冰冰、赵薇、张峰一等在列。 据唐德影视2018年一季报数据,范冰冰持股数为6449605股,占比1.61%,赵薇持有5849850股,占比1.46%。 除了面对广大网友的质疑和声讨外,范冰冰的身家也受到了影响。 从5月28日算起,作为此次阴阳合同的主角之一监唐德影视的明星股东之一的范冰冰,其个人财富在8日内直接蒸发1600余万,今日一天蒸发超168万。 受股价影响,赵薇个人财富今日也缩水约150余万。 6月4日,华策影视以9.88元每股开盘,以9.92元每股收盘,今日总市值缩水4.96亿元。 华策影视也并不好过。 5月31日当天,公司遭机构竟卖出超过1亿元,全天放量大跌约8%,盘后公司立即召开投资者电话会议,参会机构多达187家。 华策影视回应,公司内部各项业务进展平稳,有些比预期更好,业务监管层反馈也好。 身为华策影视董事长兼法人代表的富梅城,占股26.34%,在今日传媒股普遍下跌的风潮中,大股东富梅城身家蒸发1.31亿元。 光线传媒作为传媒巨头之一,在此次风波中未能幸免。 今日,光线传媒以1000元美股开盘,9.84元美股收盘,较前一日下跌5.93%,总市值缩水18.19亿元。 上海光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光线传媒大股东,占股46.97%,而王长田又为上海光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大股东,占股95%,所以王长田实际上为光线传媒最大股东。 其今日身家缩水达8.112亿元。